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那在之前韩服改版的时候 其实把这个一望之岛的时间 把它改成常态性开放 也就是说不像现在台版的话 还有限制在周末的时间开放 那之后的话就是采取这个不限时间 你可以自由的进出 然后除此之外啊 这个一望之岛他也新增了一个 就是大家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这一个一望之岛的这个时间补充宝石 那这个的话他制作怎么制作呢 第一个的材料是拉斯塔巴德的这一个时间补充宝石 然后再加10万块的天币就可以去制作一颗 然后他这个设定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 那原本他的这个时间可以进入12个小时 他现在的话调整之后最多可以补充到156个小时 所以这个东西他会非常非常适合的这个课长进去团练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导致说这个拉斯塔巴德这个时间补充宝石的价格上涨 好那上涨这一个事情呢 在台湾来讲的话 在台湾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事情 不过大家先不要冲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版的这个物价的波动状况 那小编待会会开几个伺服器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评估还有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编现在所在的这个伺服器 来那韩版的话这个拉动开放 不对一望之岛开放成 常态的时间是在7月31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他的价钱是怎么样 目前的价格是大概169 170左右 那当然更高的还是有 不过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买便宜的去做 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前的这个价钱 在我们这个伺服器里面 曾经这个是7月22号 也就是说他统计的时间还有在改版之前 在一望之岛调整成常态开放之前 所以最低大概是159 那最高曾经涨到220 那现在来说的话你看175 平均是175现在是169 所以以均价来说最高的那一个期间已经过了 而且你看7月31号改版 那今天8月19号 小编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是8月19号 也就是说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半个多月而已 这个拉动了石头的钱就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呢而且你再看一下 最高是220 这个不知道卖几个 但是总共才卖出66颗 这个数量其实是算少 不过我们待会看其他伺服器 好那简单来讲 你看一下这个物价的波动 最低159最高220 所以最大的差值也近不过在60左右 差不多在60赚左右 所以这个价格的波动非常的小 然后数量呢也非常的少 好这个是第一个伺服器 来我们来切换另外一个伺服器 好我切换多一点的伺服器给大家去做参考 那如果说你真的有想要收的话呢 你再去评估看看台版有没有这个效应 我来换一下枪手这个 好那这个拉动的时间补充宝石它会根据每个伺服器 好如果是比较多客长的地方的话 它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波动 可是大家要想哦 你会知道这个消息 客长也会知道 那客长收的东西它一定比你可以找 好来这个伺服器的价格就比较高一点了 它卖到198 目前最高的话就200 198-200 我们看一下历史价格 好175-187 175-200 这样子哦 175-200 好这个期间之内的这样子 才25赚而已 好这个价格的波动其实非常非常的低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消息量53个 好这两个伺服器 第一个价格波动小 第二个需求量不高 好需求量不高 好所以呢目前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做一点心得啦 好就算你收了很多 但是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多人会买 那你有可能会滞销 好以至于说这个东西的一直在掉价 我们来再随便找一个好了 这个小兵最早玩的伺服器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伺服器的价格 这是第三个伺服器了 好来再来 好这个都是韩版现在的这个价格 然后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总交易量217 OK 总交易量217 这个的话交易数量就很多了 表示说这个伺服器它的客场可能比较多 那强的玩家也比较多 那来看一下最低曾经卖到164 最高250 那这个价差是多少 这个164价差大概在90 价差大概在90 所以这个的话呢 印象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客场越多的地方需求量会越大 不管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客场 反正需求量大多的地方 它价格才会拉出来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种没有没有这个需求的地方呢 它价格是拉不出来的 甚至它一样是改版之后即使有需求 它也不会拉出这种差距出来 那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差的话90 那这几个伺服器呢 已经可以给出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要收拉动宝石 拉动的这个时间补充宝石的话 你可以先到这个乡下服去收 你可以先到乡下服去收 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都市服 卖给所谓的客场 到时候卖给这些想要去拉动 去一望之岛这些打宝的这些玩家 那如果说你想要趁机发财一波的话呢 这个倒是可以留意看看 如果说你们伺服器的 这个主别伺服器里面真的有这种 所谓的乡下服 乡下服的话 那价钱比如说可能低到100元 100赚以下 那这个你可以去收 因为之后应该差不多会在150 台版的话大概会在150赚左右 韩版目前的话我们刚刚看嘛 最高差不多是200多 然后现在我这个伺服器 它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算是应该算是都市服 它卖到230 甚至曾经卖到最高250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你有这个价差 你就去收 那没有的话呢 大家就去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怎么把这些拉动时 一来一去 会是最划算的 好 那以上的这个资讯呢 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想要抽拉动时间补充宝石的话呢 请记得要选对地点 选对这个最后要去的这个目标伺服器 那小编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